22岁女孩借宿小姨家中 可不料姨父竟是个处着 她不仅在房间安装针孔拍摄大量视频 甚至每晚趁女孩睡着时 她都会偷偷溜进房间 拿着外甥女泪衣做极为恶心的事情 更让人愤怒的是 当女孩发现姨父龌龊的行为之后 姨父竟然圆形笔录 丧心病狂地将女孩捆绑进行了强奸 另外在折磨期间 她还将所有侵害细节全部拍下 可怜的女孩就这样被姨父直接玩死 当她的姨妈再次看到她时 女孩已经成了喷泉里的一具女尸 这个女孩名叫冷梦梅 她出生于成都 本来她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可2008年的地震让她永远失去了父亲 然而女孩却并没有因此自暴自弃 反而非常努力地学习 直到2012年时 23岁的冷梦梅向母亲提出想要出国去深造 当时这个提议得到了母亲的赞成 于是在不久后 冷梦梅便独自收拾行李来到了澳洲 为什么来澳洲呢 原来冷梦梅的姨妈嫁到了这里 住进姨妈家后 表面上看感觉 这一家人非常和谐 然而所有人都不会想到 那个姨父德里赫竟然是个变态 自打第一次见到冷梦梅时 她就对这个外甥女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冷梦梅长相十分漂亮 一米七的身高加匀称的身材 的确放到哪里都是一个大美人 之后一段时间 姨父甚至跟姨妈提起过 要是这辈子能够得到冷梦梅这样的女人 就算死也值得了 当时的姨妈只是白里演自己丈夫 但她也并未往身处抢 更没有去提醒冷梦梅要注意安全 接下来一段时间 冷梦梅被悉尼科技大学录取 并于2014年以商业研究学位毕业 此时她依然住在姨妈家里 然而她不知道的是 那个姨父竟在家里装了很多针孔 这其中包括卫生间及冷梦梅的卧室 每天晚上姨父都会隔着墙 看着冷梦梅洗澡睡觉 等到确认睡着后 她便会偷偷打开房门 进入冷梦梅的卧室 随即她会拿起刚换下的衣物 做一些让人恶心的动作 可到了第二天 她又会装成一个文质丁宾的姨父 并对冷梦梅百般照顾 所以整整几年时间 这件事情竟然没有人发现 这里你或许会问 冷梦梅的姨妈难道就一点没有察觉吗 事实上姨妈是个工作狂 平日里工作非常忙 并且经常出差 很多时候 家里就只有一副表妹和冷梦梅三个人在家 所以说 这给了一副极大的发挥空间 然而直到2016年4月24日这天 当姨妈出差回家时 却发现怎么也联系不上冷梦梅了 当她询问丈夫时 德里克说她已经两天没有看到她了 随后她还谎称 这孩子经常去夜总会玩 很多时候都跟那个狐朋狗友一起鬼混 随后姨妈开始四处寻找这个外甥女 可整整找了一天 却没有发现任何线索 此时她感觉事情不对 于是立即给国内的姐姐打起电话 当冷梦梅的母亲得知女儿消息后 她几乎崩溃 丈夫死于地震 这女儿要是再没了 那自己可攒火呀 于是她赶紧买票飞往澳洲 与此同时 姨妈也在当地立即报了警 警方接到报案后 立即查学了道路兼顾 结果发现4月21日下午 冷梦梅和朋友出现在悉尼市中心 从画面中可以看到 当时两人有说有像 似乎并没有发生什么异常的事情 期间她甚至还买了一杯奶茶 然而逛完街后 她就回到了自己的住处 也就是她姨妈的房子 而监控录像也拍下了她回家的场景 然而这次回去 她就再也没有出来过 此时警方严重怀疑 冷梦没可能在家里遇害了 然而也正是在这时候 离姨妈家大约80英里的一个狐狸 一名游客看到了一具女尸 当地警方立即出警 并对尸体进行了解验 发现这具女尸是一名亚裔女子 黑头发黑眼睛黄皮肤 年龄大概在25岁左右 生前曾经遭受过侵犯 身上有30多处刀伤 手腕的部位曾经被绳子捆绑过 很快警方便与前两天 冷梦没失踪案结合起来 最终发现该尸体确实就是冷梦没 当冷梦没的姨妈及母亲 得知这个噩耗时简直疯了 特别是冷梦没的母亲 与此同时 警方这边正在急切地寻找线索 此前总总证据显示 冷梦没最后消失的地方 应该就是在她姨妈家里 她姨妈家里一共住有四口人 当时姨妈出差并没在家 冷梦没的表妹跟她关系一直不错 所以最大的嫌疑就是姨父 随即警方将四人带回局里 做进一步审讯 当表妹被问及 最后一次见冷梦没是在什么时候时 她向警方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 据她所回忆 22号那天的下午才起床 当她准备去浴室洗漱时 却听到了卫生间传来了花花流水的声音 当时她以为是冷梦没或者是父亲在用卫生间 可是等一小时后她再次回来时 依然听到里面有流水的声音 于是她敲响了卫生间的大门 可此时父亲不高兴的声音从里面传了出来 随后父亲递出一瓶洗发水 让她去另一个卫生间 当时表妹就疑惑了 这个卫生间平日里都是自己和表姐在用 父亲今天怎么会跑到这里来呢 当警方了解到这个情况之后 他们认为姨父的嫌疑已经越来越大 与此同时 另一组负责查询监控的人发现 在案发之后 姨父的白色汽车曾出现在抛尸的喷泉附近 很显然这并不是巧合 当警方向姨父确认此事时 她表示那辆车根本就不是她的 随后警方在周围加油站便利店里 找到了姨父付款时的监控画面 此时警方立即将姨父进行了供执 并对她的手机进行了数据恢复 这一恢复 警方竟发现了她强奸冷梦眉的画面 而另一个视频里 还拍下了疯狂捅刺冷梦眉的片段 有了这些证据 姨父的罪行就如摆上鼎钉 但连续两次开庭 她都没有承认自己的罪行 2017年8月16日 法院已故意杀人罪判处姨父46年有期图情 然而你以为这起案件就这样完了吗 事实上并没有 2019年11月 此时的德里克已经入狱两年 可就在这时 一名老太太捡到一个优盘 当时她不懂这是什么东西 于是交给了女儿 而该女子将优盘放进电脑室 却发现里面全是监控录像 甚至还拍下了德里克强奸 杀害冷梦梅的全部过程 意识到事情严重性 该女子立即报了警 原来 案发当晚 德里克像往常一样 溜进冷梦梅房间试图做变态的行为 可不料中途冷梦梅竟然醒了 由于害怕冷梦梅大喊大叫 德里克立即用手里的内衣捂住了她的嘴巴 随后再用绳子将她绑了起来 接下来 她竟当着摄像头的面 亲自强奸了自己的外甥女 当发泄完兽语之后 冷梦梅不停地求她放过自己 可不料德里克竟然直接拿起刀连捅了30多下 就这样 一个刻骨努力阳光的女孩 死在了自己一副手中 当警方拿到这个视频后 立即转给了相关部门 随后他们经过分析 重新对德里克进行了起诉 并给她刑期里加上了20年 事实上 该起案件里 冷梦梅的姨妈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据她所表示 她的丈夫多次提及想要跟冷梦梅睡觉 但是她一直都没有在意 可这时候有个问题 作为一个丈夫 她怎么可能告诉妻子她喜欢上了外甥女呢 原来 冷梦梅的姨妈早年离婚 后来她带着女儿想要去国外发展 但移民澳洲需要很多的钱 所以她就想到了一个曲线救国的办法 按照当地法律 只要嫁给一个澳大利亚男人4年 就可以免费拿到利卡 所以说 她通过一些特殊渠道 找到了德里克 当第一样看到德里克时 姨妈就被这个小自己20多岁的男人深深吸引 就这样 两人成为了一家人 并直接同居起来 可这有个问题 年轻帅气的德里克 她怎么会看上比她大20岁 还带着一个女儿的姨妈呢 原来 德里克这人好吃懒做 停日里以乞讨为生 反观姨妈是个事业女强人 两人结婚的约定就是姨妈买房 并负责德里克的所有开销 而德里克也从此成为了一个小白脸 每天只出了玩游戏就是睡觉 事实上 之后一段时间 姨妈确实做到了 她用自己挣的钱 养了一个变态在家里 并且把自己姐姐的女儿给害了 古人曾说 女孩要防三富 姨父辜负及姐夫 这句话并不是空穴来凤 冷梦眉的姨妈 原本早就能够发现丈夫的不对劲的 但她却因为工作太忙 从来没有在意过 甚至以为这只是一个玩笑 值得一提的是 在德里克之后的优盘里 不仅发现了大量冷梦眉的视频 甚至还找到了很多 她养女洗澡时的视频 可以想象这个男人已经变态到了什么程度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